快點吧 加冰一隻解決 掌聲變快的速度通過正點 令人輸非常有可能破殺回紀錄 全明星運動會4 除了參賽選手全部換新 主播領隊隊經理也都有新面孔出現 節目在7月24日播出後 持續引發網友熱議 今天網路溫度計透過 KIPPO大數據關鍵引擎語心分析系統 繼續揭曉全明星4 女生新面孔人氣榜6到10名 跟著小編一起認識他們分別是誰吧 那大家決戰的時候 見起10名一代 謝謝 你怎麼這麼衝動就休息了 畢業於華岡藝校藝術系 在終極一般飾演球球 打開知名度的文宇菲 張著大大的眼睛 揮舞著可愛武器神影喵喵爪 或許是大家對他最有印象的畫面吧 從10年前 終極一般二開始陪伴大家同年的她 擁有精湛演技和豐富演出經驗 近期在網路劇愛不愛麗絲 飾演女主角蘿莉娜更是霸氣十足 你好 我叫蔡浩傑 身為同樣的室友在這邊相遇 我覺得這是個圓 我覺得沒有 那是因為你在抗拒命運 喜愛拳擊運動的她 也在YouTube頻道 分享自己學習打拳的經歷 和教練實戰練習 文宇菲的表現 可說是相當勇敢 期待曾是KO榜排名第九的她 加入紅隊之後 可以用充滿氣勢的表現 祝小潔一臂之力 謝謝大家 決戰的時候見七十美一代 謝謝 久不見了各位 大家跟我好嗎 我是芋頭 今天來拍一個很久不見的地方 看到這個風度 知道一定是我的不效 芋頭 林玉書成為藝人之前 曾在公關公司短暫工作過 擁有英國碩士學歷的她 為了實現自己的演藝夢 從選秀節目助理小幫手開始 不論是演戲或是主持節目 林玉書總是把握每次機會 也成為網路頻道鼓鼎班底 去年還參與台灣時代劇 查經的演出 台首這項我跟朋友彈跳過 台北總是沒有戰鬥 但結婚在後 我第一項就叫自財 跟台首收起來 射中一關 又是射中 個性活潑的她 也有經營YouTube頻道 內容除了分享自己的生活Vlog 也會拍影片 和大家一起學習運動姿勢 像是投籃姿勢大改造 因為我剛剛講 投籃要決第一個是什麼 膝蓋 膝蓋屈膝從腳發力對不對 還有提升百米衝刺的訣竅 第一就是你的手 白手的部分 對對對 因為你的手的晃動 會導致你的身體的力量 去分散在你其他地方 有 它有這麼多 你的身體的手就是90度 直上直下 在全明星4 100公尺測試賽中 林育舒的成績 更是一舉突破大回紀錄 好 背絲跑高的他 林育舒突破重圍了 他現在拿到了領先的拳 快點馬 加比一隻拳拳 向神變一分 速度通過重點 林育舒非常有可能 破大回紀錄 看來這些運動姿勢相當管用 期待芋頭加入黃隊後 和領隊郭哥擦出精采的火花 就是我們一起準備 一起長大 謝謝 好 接棒孟傑擔任全明星4 藍隊經理的雲二 是中信兄弟啦啦隊PASSION SISTER的團寵 成為棒球場焦點之前 他是陪伴幼兒園小小孩們 一起長大的老師 因為我一直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就是繼續教學 還是說我要從事我喜歡的表演工作 雲苑和果果同期加入PASSION SISTER 兩人很快就成為具有師徒關係的好閨蜜 我看到岩就變好朋友 其實一見中有 對 一見中有 因為其實我們是鄰居 所以我們就是同進同出 久了之後我們比如在搭車 或者是比如說在 很多練習方面我們就都會聊天 然後一起 如果有就是會幫忙對方一起看 就如果有問題就提醒大家 得知自己參加第四季後 他也興奮的跟果果分享好消息 或許是擁有幼兒園老師的工作經驗 雲若觀察力相當敏銳 曾透露自己最喜歡的棒球員 是一直默默關注的 中型兄弟團寵江崑宇 雲若最近分享擔任籃隊經理的心得 透露前姐就像母親一樣很照顧她 很喜歡她 她就會拍拍講說不要緊張喔 這樣 不要緊張 然後她會抱抱我 真的超好的 第一集當錄完的時候她要走 所以她要特別轉身 過來說這樣 加油 這樣 真的就好感動 期待她發揮優秀觀察力 不只成為前姐得力的助手 很快也變成全民進四 藍隊的團闖囉 跌倒 左右跌倒 另外一個方向倒 另外一個方向跌倒 對 跌倒 好快 再跌倒 從國光女神出道的壯壯 現在是傍然雙氣的啦啦隊女神 在終植樂天桃園 與P-League富爾摩莎夢想家 都更負擔起 炒樂現場氣氛的團長一職 甜美笑容加上完美翹臀 讓她深受不少球迷喜愛 性感舞蹈更令觀眾看得熱血沸騰 讓網友直呼不知不覺就愛上了 壯壯在小明星大跟班節目中大秀蜜桃臀 性感火辣的身材搶盡眾人目光 連Sandy都直呼真的太好看了吧 她屁股真的就這麼漂亮 她這個不是修出來 而且妳很懂得利用自己優勢 就是這種後面開高叉有沒有 那個丁字褲的 屁股會笑是不是 她屁股會笑耶 有了一下是妳 她也大方分享健臀秘訣 看來維持好身材實在不容易 不過健身有成的壯狀 在全明星室測試賽中 卻表現不盡理想 更以習慣將衣服綁起來的 動作引發議論 面對網友的聲音 她透露 這是自己準備 專注場上的儀式動作 期待一直很努力的撞撞 進入防隊之後 能在郭哥帶領下 用最專注的狀態 拼出好成績 我想幫助大家 大家是 我會是成為黃色閃 閃燃的一顆星 一槍一槍四三軍 接下來進場的是 劉昕宇 二十九歲 一百六十八公分 四十八公斤 生化人 被網友封為最美魚販的流星魚 因為穿著細肩帶 在自家魚攤賣魚的照片 在網路瘋傳遺氣爆紅 穿這樣 露營下來的畫面 就是賣魚的食物 這太笨了 你都穿這樣 對 其實我們家是四代銅湯 這個魚好兇 不是 四代銅湯 對不起 四代的都是賣魚 從國中就開始幫忙家裡的他 在綜藝節目上 大修鯊魚好功夫 利落身手 近來不少演藝圈前輩 他是真的會 魚背 真的耶 他動得很快 對 而且他就感覺平常有在做 對 因為我們家 也是有跟餐廳配合 所以一天都要殺上百條 去年本土疫情爆發 曾擔任四年護理師的他 也響應號召令 雖然實習三天後沒被錄取 劉鯊魚仍保持上前線救人的初衷 讓網友大讚 真的人美 心也美 國小是田徑隊的劉鯊魚 曾在相應獲得跳遠100公尺賽跑第一 目前熱衷運動卻是拳擊 他也在IG分享不少與教練對打的影片 身為前圍捐的超級貼粉 劉鯊魚毫不掩飾自己對錢姐的愛 藍隊 我愛錢為珍 錢為珍 動算 鐵粉 錢姐拜託你選我 拜託拜託拜託 我會努力的 拜託拜託 不過選秀結束後 他被小小郭選進黃隊 經過郭哥訓練後 可能要成為錢姐最頭痛的對手啦 看完這次的新面孔介紹 是不是對他們有更多認識了呢 期待全明星運動會四 這些女星能在各自的領域有所表現 完整榜單請上網路溫度計網站查詢 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